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在国小开了一间银行 就是一个新书 这个书的作者本身他现在是 西北市大观国小的总务主任赖浩维 他本身也是文林银行的创办人 但是这个银行跟我们认知的银行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开在国小里面 不是开在外面 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会在国小里面办银行 那立方是长期都是在做亲子教育 理财教育的推广 所以我看到这本书其实就很兴奋 我觉得在校园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老师 跟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在推广 这些相关的理财的观念跟做法 而且实际有作为 他们还发行钞票 而且还有点钞机 所以我们有请我们的赖主任 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各位news98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早安早安 那主任我们先来聊一下 为什么你当初这个会会想说 要来创办这个所谓的文灵币 然后后来甚至就是这个文理银行 因为我知道您服务的学校 已经历任有几个学校了吗 但是你把这个制度跟这个体系 都是带到你所服务的学校 那比比方说是现在的 大观国小也有在做吗 我当时在文灵国小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 大部分的孩子都在求学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我们的父母亲都跟我们讲说 不要担心钱 对 然后他们好好读书 然后长大以后呢 却要赚大钱 但是我们却没有告诉孩子 到底钱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 学校没有教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确 OK 所以那时候您在推展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因为我想一个真的比较成熟 去run的一个制度 应该也是就是边做边修 更何况就是说 对我来说 学校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一个系统 那你要如何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 去推展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中间应该会遇到蛮多的障碍 不是吗 是 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他全台湾甚至于世界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文献 在学校去推展这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的确是蛮困难的 那当然我有很多很棒的顾问 有一些像那个新浦国小的甘文源老师 他在那个班级里面有操作类似的这种金融体系 但是他把它放到一个大型学校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经历很多的调整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有一个架构之后 开始进行第一年的试办 那这个试办的过程中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财经背景 你是念美术的 我是念美术系的 我那时候其实是想要用一个游戏的概念去切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因为我觉得一个奖励制度要能够有用 他才能够真正的影响小孩 所以我觉得用游戏的概念去切入 大家就要设计到一个很平衡的机制 那像他的概念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在玩那种RPG 角色扮演的游戏 他要有任务 他要有奖励 然后这个奖励要能够去兑换出东西 我就用这样的很简单概念去做初步的设计 那后来才开始慢慢想 对那我应该要有钞票 可是钞票就会有人说 那会不会有人伪造 对伪造这件事情也要想一想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学校1600多个学生 但我要发行钞票的时候 总不能用人工去点 所以才会有点钞机的产生 大概类似像这样 OK好 我在这边立方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赖主任他发行了一个东西叫做 文灵币 它是一个币别 这个纸钞上都有他的 比方说他10块钱20块100块等等的币值 小朋友只要可能表现好一点 或者他就会可以赚到这个文灵币 那这个文灵币可以干嘛呢 他就在学校又开了一个干嘛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文灵币是可以在这个干嘛店里面换东西的 买东西 那换什么呢 比方说你可以换文具啦 那也可以换零食啦 那也可以换书哦 等等诸如此类 那之前还发明了一些扭蛋的游戏哦 那这对小朋友来讲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赖主任是希望就是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奖励的制度 然后他可以赚到一个可以对应到他的购买力的一个货币 然后这个购买力之后呢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甚至在把这个对价的这个物品哦 他已经他不是用等价的 比方说为了不鼓励小朋友吃太多零食 所以只要拿文灵币去换零食那个就会很贵 但是他鼓励小朋友阅读 所以如果你换书 那文灵币花的钱就很少 他等于通过这样子一个一些相关的设计跟兑换的概念哦 然后让小朋友在这样子呃呃 努力求表现的时候又可以赚到一定的一个一个文灵币 然后再可以拿文灵币去换他喜欢的东西 甚至我在书里面有看到有些小朋友是换了一个Hello Kitty的笔筒 那为什么呢 他是男生哦小男生哦 但是他是换给他妈妈 因为妈妈很喜欢Hello Kitty做生日礼物这样子哦 所以我觉得他让小朋友就说知道我付出或表现好 我就会有一些对价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拿来兑换一些所谓的 每个人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对吧 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接下来还是要交给老师哦 就说那为什么我好奇哦 就说因为自己我很多小孩嘛 所以各个老师的班上都会有那种奖励资 比如说几点 要不然就几项小学生 我们小校园是几什么动物卡 你又怎么样那动物卡一张 比方说你几了五点之后就可以换动物卡一张 那你动物卡十张累积 他会有个小本本 让你贴这些动物卡 因为怕小朋友会不见嘛 那小本本之后你还可以拿这个去兑换 那个比如说这个欢 他们有个欢乐屋 就是各种吃的啦玩的啦玩具啦文具等等你可以去兑换 那为什么这样的方式也好像也可以也是一个鼓励行为 那为什么赖主任你要去创造文灵币跟文灵银行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说不管我今天是几点 然后爬格子贴贴子或者是文灵币 他其实在教育的理论里面 他都是同样一种东西都叫做代币 那他在他是属于一种叫做刺激增强物 那刺激增强物我们用白话的方式解释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钱 其实我们喜欢钱 但并不是真的喜欢钱 而是喜欢钱能够带给你的东西 他是一个戒指 那这个戒指其实在自古以来 我们都在人类社会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 如果我们今天同样要在学校做这个荣誉制度或奖励制度 但是我们要把它调整 让孩子去理解到底什么叫钱 我们就要用经济体的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他要发行所谓的货币 那这个货币呢 我们跟以前我们在传统的那个荣誉制度里面 我们会那个概念其实是说 我们鼓励好行为的发生 我们鼓励优质的学生产生这样的行为 但是在文理银行的这个概念里面 比较不一样 有一点点差别是我们强调的叫做付出与获得 付出 对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可能在传统的荣誉制度里面 会比较集中在只有成绩好的小孩 会有大几率获得这样子的奖励 但是在文理银行里面 我们故意把那个机制设计的 跟真实的社会很接近 我们不是只有功课好 可以过的 也许你今天会有劳务的付出 你不爱读书 但是我愿意做事 不要说我去擦玻璃擦清洗冲 清洗教室这样子 你也可以有相对应的获得 那这样子的话 对孩子来讲 我们每个人的起点都一样 我们并不是说我比较会读书 我就天生的富二代 我们没有 就每个人都是白手起家 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 孩子他会知道说 当我只要肯做 我就能够有获得 然后这个获得就会是一个 有货币信心的这个文银币 那他又可以换到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去理解 原来经济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其实整个大概念会是这样 OK好 所以这个做法 我知道是每一个学期 基本上每一个老师都有 一定额度的文银币 对不对 然后他可以自己来设计 班上的哪一些付出的行为 然后可以对价 拿到多少文银币 对吗 那会不会有个状况 那这个老师就很大方 比方说别的老师扫厕所100块 我们班的学生扫厕所 我就觉得太棒了 我给他200块 那我提前额度用完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 基本上我们在一开始的游戏的设计 是这样 我们会用总量管制的概念 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会跟老师讲说 每个老师每个学期 拿到的钱都是固定的 每个都固定的 不能超知 这就有点像是 那个中央地方分全制 我们给地方政府 班级就是地方政府 我们地方政府 每年都会有预算 然后这个预算呢 执行完了 你就是必须要控管你的预算 所以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会不会有人 扫厕所拿到100块 另外一个班给200块 有可能 因为的确在我们 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 也有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这也不能叫问题 就是说有老师说 为什么我们班的班长 他一个月月薪 我给他80块 班长还有月薪 因为他有负责的工作 他是一个职位 但是有的班级 他就觉得说 可是我给50 这样子是不是会不公平 对 你的班你给80 这样我的班给50 老师我可以申请调班吗 还不行 我要去 因为那个月薪800的班 对 其实这时候我就会跟老师去沟通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一样叫做工程师 台积电的工程师跟联电的工程师 薪水会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他们明明都是工程师 为什么不一样 可能是负责的工作不一样 所以放到班长也一样 每一个班级对于班长的期待 其实也都不尽相同 所以我就觉得说 对老师来讲 我认为 班级需要服务的这个面向 多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把资金投在这个地方 那是在总量管制的前提下 另外一个方面的资金就会变少 所以刚刚讲到 有没有可能少厕所200块 有可能 但他其他地方就会变少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尊重每一班的导师 就是他自己在有关这个讲酬的 这些相关的设计的原则上吗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个制度要能够成功 并不是单一个人的功劳 并不是说 我把制度设计好了 都是我的功劳 并不是 而是你要把相当的权力 下放给所有的参与的老师 地方政府 对 你要让他们拥有自由的权利 就像我们也跟孩子谈的 其实就是选择 选择之后 你拥有私有的资产 你也可以自由的花用 你要 但是同时的 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老师也一样 我们去设计出了一个 对班级有意义的 班级有用的 这个班级经营制度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为他负责 是 对 好 那刚刚我们早 还没有提到太多 就是说 在这些推行的时候 难道都没有一些杂音吗 遇到一些障碍吗 障碍超多 超多的 可不可以举一个最印象 最深刻或者是你觉得最最难的 然后后来是怎么突破的 其实在那时候他推行一年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其实在纪录片里面有拍到这样子的一个桥段 那在书里面其实也都有在说明这样子 简单来讲就是其实那时候在推动的过程中 其实家长会对于我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相当的疑虑 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很担心说学校后 学生会不会变得很功利 同臭 同臭味 真的 那当然这些一开始的疑虑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想要去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家长一开始其实是不太愿意跟我们进行沟通 然后他甚至于会提出到质疑到劳基法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非法雇佣同工 当然其实按照劳基法 我们12岁以下是不得雇佣 我们连雇佣不能雇佣 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去处罚 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个教育的手段 去让他知道怎么样付出可以获得 那这些其实都是假的钱 只是我们好像让他变得很真 让他有真的经验 他对于这个假钱有货币信心 OK 好 那在学生端呢 学生小朋友都支持度很高吗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 他其实没有太大的理由反对 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他多了一个管道 他其实是家法 他并没有我们并没有剥夺他什么权利 因为在文银行的这个过程里面 大部分都是想要 还没有进阶到刚性需求的需要 OK 对对对 多数是想要 大部分都是想要 你想要你就尽力去努力 然后争取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 或者是表现机会 你就会有相对应的获得 OK 好 那刚刚赖主任有提到 就是说你们这个银行是完真的 除了有点超级还真的去发行这个货币吗 另外呢 他们还雇用这个学生来当行员 对 所以每一个礼拜有固定的时间 就是行员可以 你可以来这个存钱的对吗 而且还要写一个存款单 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应征行员呢 应征行员 会不会太很多人都应征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其实人比较少 因为大家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然后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哇那个应征的那个 奴役不决 我们是两阶段征选 第一阶段是那个 书审 书审 就是你要先缴交报名表 对 那报名表 当然除了一些基本资料之外 我们都会用一些很基础的问题 就比如说 你为什么想要来当行员 我想要看你的论述 你的原因为何 我们会用这样子的内容去评断 你要不要进到第二阶段的征选 那如果我就写说 我就是喜欢赚钱 这样可以吗 我具备面试的那个 我会觉得蛮有趣的 是吗 不会被刷掉 这个如果 如果他进入第二阶段征选的话 我就会拿这个问题问他 你告诉我为什么 那你要你要有你的理由 是 对 那我们在 诶 征选行员的时候 原则上假设我们这次要征选的是 诶 十个行员 我们就是两倍录取 二十个进入 那个面试 OK 那这个面试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会丢一些 呃 学校不会教的 问题 比方说 比方说呢 我就会问 在前面准备面试的这个小朋友 我就会跟他讲说 好 现在有一个状况 你在存钱的过程中 发现 电脑 嗯 没有办法听你的指令 你存了钱 但是他没有进去 嗯 好 那请问你 现在该怎么办 嗯哼 这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 对 那 状况题 当然有些孩子 他可能就会直接反应 他说 诶 那我就找主任 嗯 请主任来处理 这样子 我就会笑笑的说 好 那你可以 我们下一个 这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孩子 在这个思考问题 在解决过程的层次 嗯 像有一些孩子 他的回答就会很有层次 他就会说 诶 如果今天出现问题的 我就会再重新检视一下 我刚刚的流程 有没有错 嗯 那如果没有错 那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就会问旁边的学长姐 嗯 那请学长姐来协助我 嗯 真的都没有办法 我再来问主任 哦 诶 如果是这样子 有层次的问题 诶 有层次的回答 解决方法 对 他有解决问题的脉络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诶 这样子的孩子 其实是可以试试看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 在面试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丢类似这样的问题 让你没有办法去 比较没办法演练 OK 我们要看到你的真实的样态 那我录取之后 我就可以当一整个学期吗 会不会中间有一些表现的 不OK的状况 然后被换掉 或者是我被投诉之类的 会啊 其实我们录取之后 我们还会进入三个月的试用期 好艰难 不是小学生而已吗 我们这样讲 其实试用期它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在孩子担任 行员的跟店员的 这个当下 其实我们都会跟家长说 我们要在家长 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 能够让他 所以家长还要签同意书 家长要指导这件事情 他要同意这件事情 那再来这三个月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期 第一个是他能不能升任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航员跟店员大部分都是利用课语 也就是非正式课程 也就是早自洗啊 午休啊 他的体力能不能复合 再来就是第二个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课业 再来就是他能不能跟同侪相处 或者是说家长在一开始同意 但是他真的在做的时候 他真的能同意吗 这都是这三个月试用期 我们需要观察的重点 他都能够顺利的 维持自己的课业 然后跟同学相处的很好 家长也都很开心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让他继续做 这样子 OK OK 好 所以那你们会去采访 就是这些行员 录取的行员 他们事后的心得吗 比方说他我做了一学期之后 或者是一整个学年之后 那他们的收获成长是些什么 其实那时候纪录片 在前年上映的时候 我们有请导演 还有邀请一些当时的 参与比较深的小孩 来参加首映 那那时候首映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当时我的行员 他那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 他告诉我说 他离开文宁国小 然后到了国中之后 他跟其他国小来的同学一起变同学 那这些国中生呢 你就发现他就说 他突然发觉这些小孩 为什么他们花钱都不手软 那一千块拿出来就是花了 他其实蛮讶异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说 他们难道不知道 这些都是爸妈辛苦赚钱 赚钱很辛苦 他的原话是这样 他说他觉得他没有办 这些同学没有办法体会 那个一千块的重量 你想说一个国一的小朋友 用重量来形容这一千块 其实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很感动 很感动 而且那个冲击很大 你就觉得说 当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然后这么辛苦的建立这个制度 让孩子真的有那个感受 我觉得那个感受有起来 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值得 对没错 其实像立方也会从不能说常常 因为真的这几年会比较忙 那我以前其实都会去偏乡 或者是有一些学校去讲 推一些亲子理财的课程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理财这件事情真的是越小 越小向下扎根是很重要的 那你必须要让小朋友 不是说不准他花钱 那而是从小如何让他建立 就正确的收支管理的经验 那钱你如何聪明的花钱 那甚至我在对家长们讲 这一套的时候 我都会跟家长说 你真的要发零用钱 你要让小孩子要怎么学会理财 你要让他从花钱里面去学理财 他都不懂怎么花钱 请问他怎么学理财 真的不是说我今天上了 你送来参加我们什么亲子理财 赢队三天回去 就是变得很会理财 不是 就是很多生活中的练习 那我觉得所以我就一看到这个书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的 就是说我们校园里面竟然有老师 在推动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妈妈 就赖竹润也知道 那我一直觉得说 小朋友能够有正确的理财观念 长大以后其实父母就不用烦恼 我自己的年代是经历过 大概差不多20年前 台湾有一波所谓的卡债风暴 我就是 那卡债风暴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人 因为信用卡是太容易发卡了 所以我这张刷爆了三万 我下一张刷爆再五万再刷爆 然后再下一张十万再刷爆 但是呢你永远都还不清这些卡债 你永远就只能还最低的这个循环利息 可是因为我之前是财经记者 我知道我也帮大家算过 如果你每个月都只能还最低还款金额 不好意思你这个负债跟着你一辈子 你无法翻身这才是恐怖的地方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 我有在还钱啊 我每个月都有还这个最低还款金额 可是当年的信用卡利率是20% 所以这个恐怖的地方 才会让我一直刺激我自己觉得 应该要从小就要交孩子理财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招的节目现场 我是郭立芳 那我们今天同步也在YT有直播 欢迎大家同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是我在国小开了一间银行的作者 那本身现在也是大关国小的总务主任 赖浩伟 那赖主任呢 他自己在推行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讲到 一些他为什么要推行这个文灵币 跟开文灵银行的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 那老师我在书里面 我就说是真的很有趣 因为你的设计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 比方刚刚有时候每个导师 他每一个学期都有这个所谓总量制 就可以有那个权限去用 就是发他的这个文灵币 那但是呢 这个是每学期都会归零 对不对 所以那小朋友也要在这学期 花完我自己赚的文灵币吗 还是我是可以累积 我存在银行啊 我说一年级存到六年级可以吗 我们的钱就是实体钞票 是每年会换新 这其实是防伪机制的一环 那当然我们在学期末 大概六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的宣导 我们跟他讲说 不是我们会跟他讲说 你手上如果还有文灵币的纸钞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你把它花完 对 第二个就是你把它存到你的存折 他就可以延到下个学期 因为我今天销毁的是纸钞 实体纸钞 但是并不销毁你的资产 OK 所以我们的纸钞 每一个年度呢 他会更新一次 所以新的学年度 我们就会有新版纸钞这样 每年都是就是新台币 旧台币的概念 那有没有小朋友 因为我自己在教 就是儿童理财 我真的觉得 每个小朋友的个性不太一样 那他们的价值跟消费观也不太一样 有些小朋友很口哦 有些人很大方 花钱不手软这样子 好 那有没有那种小朋友 就是说我文灵币 我从三年级一路纯到五年级 然后都不太会花的这种 有 其实在当时文灵银行的这个后台的数据 然后跟我们现在翻转银行后台的数据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大部分的孩子 他在接触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大部分的孩子会有第一个现象 就是他第一次获得了资产 他就会想办法花掉 因为他是有一种消费的感觉 因为那是那是那种新奇的感觉 所以刷厕所刷这么辛苦 就是为了来买我的文具 没错 所以一开始呢 会经历过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讲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就是你赚了多少你就会花掉 但是当了过了第一个阶段之后 开始就会出现第二个阶段就是 钱会开始累积 累积 开始累积 那累积完之后 他会可能会买开始比较大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延荡增强 延荡增强在理财里面也是很重要一个概念 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讲金钱性格就会显现 他开始每一个孩子的状况 就会开始出现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在数据里面都可以分析的出来 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个后台数据 其实有每一个学生存入的金额 跟他消费的时间跟金额 还有摘要 他因为什么而获得 他又花掉什么东西 那这个消费的间隔都有时间戳击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个孩子的状况 那老师我很有兴趣 在第三阶段可以看到孩子的金钱性格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比较常见的孩子们的金钱性格 有哪几种 比较常见会有大概几大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 就像主持人刚讲的都是不花钱 那不花钱当时在文静银行里面 我们的确也有一些人是这样 我还特别把他们找来问 他就跟我说 其实他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但是他唯一喜欢的就是看到自己的资产不断的累积 越来越多对数字越来越多 对他非常的喜欢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你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我就觉得这样也OK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收入跟支出是不断的交叠 那就是他还没有走过那个及时享乐的阶段 他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 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自己这么多年看下来 其实每个人要度过那个阶段 其实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可能需要好几年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最后都走得过来 他只要走得过其实他就OK 那再来就是我们比较期待的就是小孩子呢 他是有目的性的 比如说他今天因为他瞄准了货架上面某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认真的赚钱 OK 然后完成他的想要 然后他的钱就会归零 再重来一次 然后这个间隔当他越来越长 消费的金额越来越大 这就是延荡增强的证据 我们其实我都会跟很多人讲说 就是赚钱的目的并不是储蓄 赚钱的目的其实是消费 储蓄只是中间的手段而已 对 就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在储蓄呢 因为那可能你还没有找到 钱还没存够 钱还没存够 或者是你还没有找到你的目的 但是其实最后那个钱都会离开 不会变成不是离开 钱没有不见 变成你喜欢的东西而已 对对对对 只是这个东西的价值 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那个可能单价越来越高 是OK 好所以就这几个是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些理财性格 金钱性格的样态 对 OK 好 所以这个其实那是从 一年级就可以来实行的吗 对我们其实是在当时就是国小一年级就直接 尤其是那时候家长会也支持了 就是在一年级学生新生拿到这个存折的时候 家长就会给他50块钱的 是50块还是100块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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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他手上有5块但是他买50块的 嗯 啊店员就会跟他讲说不行你钱不够 嗯 嗯他会觉得说我有钱啊 嗯为什么不能买 为什么不能买就是我有钱就应该要可以买好可爱 那他不晓得什么叫不够因为他还对他还没有办法知道说他手上的面额是多少他这个上面的标价是多少他没有办法对应OK 但是一次就会了嗯他下次就知道了OK你看这个概念在数学上面要交多久真的真的当你想要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学这件事情 像我在办那个儿童理财营队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有家长问我说我们家中班可以来上课吗 我们家大班可以来上课吗 我跟他说其实我们都会介意说妈妈你再等一等其实我们都介意国小三年级以上再送来上课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有简单基础的加跟减他会知道什么是多一点的什么是少一点的而不会说他连那个什么多比方说50跟30哪一个多都还不知道然后就送进来那那个选习效果真的有限啊对因为我们要从很基础的交起那不可能我全铃呃年纪放的这么宽然后我教的太简单年龄大一点中高年级我觉得无聊嘛所以我们都介意差不多三年级是一个很合适的嗯然后我们就 开始会来讲货币的价值啊然后会讲一些经济的的市场的原理然后甚至在讲一些证券啊或者像保险啊这些等等的东西哦那会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哎其实不要轻忽我觉得每个孩子其实他理解能力都很好只是我们有没有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让他知道而已所以不要觉得你的小朋友说还小了真的不用懂那么多我们家的小朋友是从小就要被我训练 比如说我们带去馆子吃饭或什么的然后小朋友结账都那个大概小学二三年就开始去算说今天我们这一顿总共花了多少钱先去结账啊先算出来一个金额好那算了一个金额之后我一定会拿比这个金额更多的的的的钞票然后我不会算的刚刚好我一定会用钞票然后让他知道要找钱回来找钱给我的时候我就说那你有检查过找的钱 阿姨找给你的钱是对的吗那其实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练习啊那我其实是没有那么喜欢主张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电子交易很多的什么LinePay一大堆什么ApplePay那个逼出去就出去了可是钱真的你要拿在手上数跟花跟用 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我还是主张就是现金交易对小朋友来讲是最好的这个这个也很有趣哦我也分享一下其实我我离开文宁国小之后我们也创办了一个叫翻转银行是哦那翻转银行呢目前也在 好几间学校还有一些机构进行大概也都进入了大概四年的运作那我就觉得说一开始我们会希望这些学校来参加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把门槛降得很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定要发行钞票因为钞票需要成本还要买点钞机虽然点钞机不贵但是到最后这些学校呢他们确定要做的时候都来买点钞机都会都也自己做钞票我觉得很好 我问问问问为什么他说其实他们还是觉得孩子要有触感对那个那一开始的触感非常重要但是你也会觉得像我自己在文宁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一开始小朋友老师在发那个薪水的时候就是拿一包我们早期现金贷的概念就是这样发下去小朋友很开心可是这样发一两年之后的小孩子反而回他会跟老师说老师你不要再给我现金了这样很难保管你直接转账给我就好了哦那我就觉得说 虽然我们的结果都是就是电子支付或者是说他不需要有实体钞票的交易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重要你要让孩子去度过那个过程让他知道原来钞票的触感他存进去是什么感觉我填了存款单然后送到行员那边他出来变成存者的一个数字这个感觉他是需要经过学习跟体会的这样OK 那老师你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的学生的这个经验里面有没有一些小朋友他在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这个小朋友的反应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事件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有趣也好或者是难过也好 其实大部分的哎像之前有一个家长哦他有一次突然跑来跟我说哎主任他他的小孩那时候我记得是高年级嗯然后那时候文领行大概实施了一小段时间他就突然跑过来跟我说哎老师那个学校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有差呢我说怎么了吗 他说因为他的女儿啊嗯就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从来不会去管到底花钱花多少嗯但是后来他们说有一次家庭旅游的时候嗯他们去不知道去哪边玩然后要去买一些名产嗯嗯啊他女儿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不要买到这么贵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带的就可以了嗯就是不要那么浪费我觉得够够够用就好嗯 他爸爸突然就说哎太感动了你从来没有女儿你从来不会跟我讲这些事情你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感受这样子然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哦原来他自己也有也有一个存折就文领币的存折嗯他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消费嗯他开始慢慢体会到金钱的感觉对哦什么东西其实不需要花到那么多的钱因为我们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真的哎我们能够在 哎有限的资源里面做出最聪明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真的一分一毫得来不易哦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回来探讨一下文领币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招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我找到我们的大关国小的总务主任哦这个赖浩伟哦那赖主任他创办了文领银行然后现在变成是翻转银行哦那他也把这套制度呢希望就推展到各个学校去那现在也很需要 就是哎呃让大家更多人来认识这件事情哦所以刚刚在休息时间地方也说那有什么我可以尽力一份心力的地方都欢迎来告诉我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哎竟然有一个家长哦来跟主任说啊他女儿以前花钱都不手软好像也没有在在乎对他来讲花五百块跟花两千五百块可能是差不多的可是现在竟然说啊在出国出去旅游的时候在买相关的纪念品竟然会跟他说啊我们可以不用 又买到这么贵的啊那另外一个价格的就可以了那代表小朋友自己心里已经有对于这个所谓的物品的价格跟他是不是有对等的价值已经有他自己心里的想法那这种东西价格跟价值都没有对错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哇五千块好便宜哦这个东西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五千块怎么有值那么怎么根本一点都不划算嗯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没有对跟错的但是 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有机会然后开始慢慢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的判断那甚至有些收支管理的概念呢我觉得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但是啊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是就是我在读书的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主任他有提到哦就说哎嗯他后来其实有在推行一些相关的慈善的公益的计划然后甚至让小朋友可以把第一阶段可能让小朋友把没有花完的这些文人币那我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些 相关的相关的上款的部分然后去资助然后甚至就是捐给偏乡的孩子嘛那第二阶段甚至还有一个募资的一个平台那募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的书然后去送给就是台东吗还是花莲对台东的这个某个教会对然后让他们这些偏乡的孩子是可以有一些阅读的这个书籍哦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这个东西哦我们如果真的觉得很棒 很好那可是万一我的小孩的学校就是还没有引进翻转银行这一套理论那一般的家长一般的人我要怎么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去开始导入这一套理财的观念跟做法呢好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做法就要掌握几个概念嗯第一个是呃要一定要让孩子有付出的报酬嗯就是他有劳劳务付出也好 成绩的进步也好一定要有相关的报酬嗯嗯这是一个起点因为资产私有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嗯嗯就是说当那个孩子当那个钱变成是孩子自己的时候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嗯嗯哦那这个部分呢以我们自己来以我自己家来讲我们就是洗碗一次可能就是五块嗯嗯那在大概四五年前大概是五块嗯现在已经其实那通膨之后呢这几年物价上涨 哦哦十五块很棒很棒哎那这孩子也会成长嘛他需要的也会增加嗯哼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刚刚突然第一个重点是要让孩子的资产私有化嗯嗯第二个重点是你一定要有记账的这个制度嗯嗯哦那账本很简单那个文具行都有卖那种对啊像那个流水账也好就反正就是会有那种存可爱的存折布哦嗯你就是买一本然后给给开给他一个零钱包嗯嗯哦他的账每一笔在什么时间点进去为什么 然后多少钱余饿是多少一条一条计嗯嗯哦那如果他今天要花费的时候哦第三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尊重小孩对没错嗯即使他买的是垃圾你都要让他们真的真的哎我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体认出来就是说当我们哎每一个交易的背后都一定有一个足够的动机嗯哼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会觉得我们在买的那个东西是小废物嗯哼 所有的小废物的概念都是事后被定义出来嗯是哦所以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嗯再加上你的钱是够的嗯哼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让孩子实际上去体验嗯嗯嗯你如果没有让他去体验钱花了就会变少你如果没有给他这个概念他就永远学不会怎么控制钱这样子嗯哼所以资产私有化然后尊重他的消费那消费完之后一定也是要记账嗯 一条一条的把它寄出来是我们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概念我们实施了四五年对嗯而且你下次要再发花零呃发下一次的零用钱之前请他小朋友先把那个记账的上一次的先给你看他到底花了些什么你定期都要抓账你要看钱跟账有没有合啊对对然后才能够然后有记录完整才可以领下一次的零用钱没错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练习哦 那我我也开过觉得小朋友为什么我一直很强调从花钱里面去学理财好像我们家的小朋友是我用我四个嘛就是每一个人的金钱性格真的都不一样没错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妙哦就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性格完全不同我们家两个也都不一样对所以像我的老二啊我我其实我觉得父母要真的很很怎么讲要忍住去制止他 或者批判或批评他的消费观念像我老二就很会买那个动漫周边然后一个那个塑胶的那个力牌一个要好几百块甚至如果是好一点就是可能很抢手的那个角色可能一个要一两千块可是对我来讲他不就是一个不就是一个压力片吗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怎么会可是他花的是自己钱那我们就尊重嘛那但是有时候就是他有多少的经济能力 你就只能做多少的消费一旦呢真的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一旦他又看到他喜欢想要买可是他钱不够他就会开始去把他那一批动漫周边里面开始去做二手的卖买卖转卖也好什么也好所以你又常常他会去又要去出货了要去出那种不然虾皮或者是那个交货便就说他卖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没有那么喜欢他说当初可能很喜欢啊现在就是随着岁月可能有 没那么喜欢所以他就把他就经济还是有经济残局嘛所以说就比较二手的而且他还会很聪明哦他说你看我这个当初二手买四百块我现在要找到一个盘子我现在卖他五百块竟然也收我还倒赚一百块这样我说哦很厉害哦很会做生意这样子哦那甚至他连自家的妹妹也会卖就是姐姐卖给妹妹这样子哦那我就说啊你妹妹妹妹妹为什么不送他妹妹的钱你要赚吗他说哎我当初也是花钱买的耶而且我二手 我卖例如我可以卖三百块我卖妹妹才卖一百五他还赚到你不知道妈妈妈我说哦是是是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消费的行为里面就是每个孩子哦自己都会有一些这些相关的学习那最后剩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的赖竹罗还有没有对我们的家长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好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家长分享啊就是说我想在直播前面的或者是电台前面的这样你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你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 那我的孩子会不会变得很功利会不会什么事都跟我讲钱嗯那这样我怎么办对哦我想要跟孩子跟跟家长谈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跟孩子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契约我们称之为契约然后但我们同时还是他的父母嗯我们同时还是要给他足够的爱哦也就是说当我们亲子关系里面多了这一个哎 钱这个条件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用钱来衡量嗯而是当你开始用钱这东西纳入你的考量之后你会慢孩子会慢慢体会什么东西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嗯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嗯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会存在在你跟孩子的日常对话嗯还有在一些很多交易之前的一些讨论哦父母亲可以给你建议 但是最后还是尊重你的选择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慢慢慢慢让孩子知道说哎对 什么东西我可以用钱买但是什么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嗯我觉得这件事情量入为初这些很简单的概念慢慢的扎实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被体现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嗯我也跟各位分享真的那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呃听众朋友就是有时候小朋友的欲望真的不用全部满足你要让他有一点点的匮乏感对啊那你不需要他喜欢什么东西都无限制的满足他老实说你现在你买他3000块的球鞋5000块的球鞋你满足他那等他高中的时候大学一上大学他要跟你买一个300万的进口车请问你要不要答应 他那有时候我当然这个比喻是比较极端一点可是我真的有听过跟采访过一些呃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心里会觉得很为什么我以前要什么我爸妈就会买什么给我怎么我长大了之后或毕业或上大学我要买什么他不给我买然后他甚至会对父母产生怨怼嗯嗯就说明明以前都要买可是那个金钱价值不一样可是对孩子来讲他觉得以前你多买现在不买可是对父母来讲那是因为以前一个叫3000块 现在一个叫30万我怎么可能随便买好所以我觉得你从小让孩子哦要他知道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些欲望其实都是需要不可能完全被满足的那我提早让孩子知道这个现实的确实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我谢谢